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讲本次的试驾车,奔驰GLA开起来了 首先我们今天这台车是全系的顶配GLA200 同时加一套多边联合器的四驱系统 那1.3T的高空力发动机,我们简单的报一下参数 163马力和250牛米 其实奔驰GLA三款车型当中 GLA180和GLA200,其实他们的发动机的扭矩是一样的 只是说功率有点差别 而且大家注意观察发动机参数有一个小的点 就是说两款发动机虽然说它家的扭矩都是250牛米 但是180车型它的最大扭矩爆发区域要更早 1460转就可以爆发最大扭矩 同时到4000转 所以它的整个扭矩平台相比于200车型要更高一点 而200车型最优势的地方在于它的功率 所以两个车急速是有些变化 但是其实体感层面的加速差别不大 另外一个点就是两驱版本 也就是180和200车型它都是7速双零合 而我们今天这台车它是8速双零合 是有一些区别的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台车的价值感受 首先就是一坐进来 这个坐姿跟上一代车型是完全不一样的 上一代奔驰GLA它的车身高度就是1米53左右 整个那台车坐上去它就是一个轿车的感觉 而这台车型它坐上去确实 它就是一个紧凑型SUV的高度 所以整体的前方的视野 包括正后的视野都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现在说一下这台车的动力 首先就是GLA的1.3T这个排量看上去确实不大 但整个动力参数 比如说扭矩 它跟奥迪Q3 1.4T是完全一样的 功率还是有优势的 而且我觉得关于动力 你不能只看参数 重点是开起来的感受 发动机的表现 变动箱的表现 动力总成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这也是最关键的 我昨天也是开了这台车 在高速上进行了巡航 从80公里秒时一直开 一直顶到120公里秒时 那么加速的过程还是非常线性 还是非常痛快的 它并不会像一些2.0T的高功率 有砰的一下这种爆发的这种大的感觉 但是整体的加速的感觉 你不会觉得有点慢 或者说有点迟滞 没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动力满足日常的使用 或者是高速的超车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不过如果你满载5个人 这个动力确实跟一个人相比 确实有一些变化 不过没什么问题 另外一点就是变动箱 其实奔驰做双离合变动箱 它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整体的变动箱的调校 人家确实有几把刷子 那么像这种BBA的像奥迪的Q3 像宝马的X1 像我们今天这台车GLA 它们整个双离合变动箱调校的状态是什么 既有双离合一贯的优势 它的换挡速度非常的快 同时它的平顺性是有保证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国产品牌 很多的品牌都在用双离合 那这个调校上面的这个差距还是显而易见的 就现在过战车的呢 是双离合变动箱 哈佛在用 吉利在用 广激宣机在用 等等比亚吉在用 但是呢 就是整个变动箱 它在保证平顺性的同时 它的整个换挡速度呢 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换挡呢 它会稍微的卖点 也就是说呢 很多车型它会牺牲换挡速度 来换取这个平顺性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但是呢 就是它整个双离合这种痛快感呢 稍微的欠缺了一些 所以呢 这个国产车型 我觉得在这个双离合的人才的储备上面 在工程师的这个调校上面呢 确实还有提升空间 那这辆车呢 除了这个动力表现之外呢 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开起来 这种灵巧程度啊 确实非常不错 那这辆车车的长度呢 也就是4米4多一点 那么轴距呢 是27 29 也就是说呢 它的这个整个设置是 四轮更倾向于四角 有点像上一代的奔驰A级的这种感觉 所以整个开起来这种灵动性呢 非常非常不错 而且呢 整个底盘啊 包括座椅 它都是这种相对偏硬的设置 那这个级别当中 像Q3也是 X1也是 X1的转向比这些车还要沉 但是呢 像欧哥的CDX啊 像这个凯吉拉克的XT4啊 这些车型呢 相对来说呢 也要稍微的软一点 所以呢 整体的这个风格呢 是有一些变化的 那关键车车的动态呢 我觉得有两个点呢 是可以提升的 首先就是这个座椅 那皮座椅没什么问题啊 但是呢 整个座椅呢 相对来说 比较的闷 它不够透气 比如说呢 这几天上海比较热 那我坐在这儿呢 开一小时之后呢 我的后背呢 基本上就湿透了 这点呢 我觉得是可以提升的 如果中间呢 有打孔 就会更好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车啊 它是这个手动防旋墓 哎 我觉得如果是变成自动防旋墓 那么在白天黑夜 这么切换的时候呢 整个的这种啊 变解程度 就需要更好的 那手动防旋墓呢 虽然使用前面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稍微的繁琐了